花蓮縣警察局為了打擊黑幫壓制囂張慶願 10號晚間開始展開一連三天掃蕩行動 除了破獲天道蒙太陽會從事花蓮高利貸暴力討債之外 也針對俠內黑幫容易聚集場所 特別是特種營業場所來進行強勢領捷 警方前往祖賢家中搜索 不光住在透天豪宅 而更讓遠景看傻眼的是 竟然家裡頭還裝有電梯 以前他家裡有電梯的 進一步更搜出多輛重機名車 還有空氣長槍等等的證物 花蓮行大執行掃黑專案 掌握天道蒙太陽會在花蓮設立據點 還經營地下錢莊涉嫌暴力討債 月利息20分年利240分 借款10萬先扣2萬利息 接一年就要還利息24萬 還不包含本金 若不還錢就到被害人家中 雜物通歐 目前掌握被害人高達10多位 方款金額高達數百萬元 為了打擊黑幫企業 花蓮縣警局從10號晚間開始 一連三天執行掃蕩勤務 花蓮是屬於觀光大線 我們徐縣長一向重視掃黑的成效 那我們在此也宣示 這項的掃除黑幫的活動 絕對不是一天兩天 我們會持續地辦理下去 以遏止這些黑道幫派猖獗的企業 副縣長和陷阱局長親自帶隊 前往縣內酒店夜店等地 封城掃蕩 掃除黑幫 進化治安 記者 綜合報導 副縣長